其实这句话很心酸 环平制度通过这么久 第一个被测案 那就代表说这个环平不是假的吗 几乎有环平就会过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能够写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建设 而且能够写到让大家看得懂 最重要是看得很好看 不过还换卫正义太严肃了 不过真的内容很好看 我取的吗 好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 它的了不起的地方 而且在那个时空当中 在那个时空当中 所以各位要小心点准备 如果万一2016又有机会政党轮替 环境运动可能又要成绩 也说不定是这样 好 那我对猪竹间的看法 是我认为 我接触那么多的媒体当中 那个 那是很多记者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是我必须要跟媒体保持友善 我一定不会像某个候选人这样骂烂记者 因为我们有媒体关系 因为我们的曝光很难 所以对我而言就是说 就算那个时候那个力爆 是小力爆也不是曝光很容易 因为当时力爆没有网路版 就算是一个小小媒体愿意来帮我们登一点点 我都很感动 因为就多一个曝光 各位来想像在 如果你在台北以外的县市 比如说你在台南事发生的事 台南宣布一定看得到新闻 差好多 所以你到台北任何一件 主要全国新闻里面给你登那么一点点 他都很没曝光 所以我对记者愿意做我都是很感动 所以说当时我认为在凡青洞里面 环保的记者的感情是最好的 因为会来担任那个环保的记者 第一个 他没有好处 不像跑交通线的 跑什么线的有吃喝玩乐 还有手机可以拿或者很难拖的 那个狐狸是没有 只有什么 拜托你来登 那写的钥匙不火 报纸也不一定会登 所以我看到很多次 祝图圈写了很多东西被退 我想在后期 而且我不认识说的环保 其实到最后都会有点骗子狂 怪怪的 我们很执着 比我们还要执着 可是你看 当有一个执着的生育界 还有一个执着的媒体的时候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 那你怎么样让媒体愿意 站在你这一边 而且你是要先感动它 因为媒体每天是非常满的 所以我觉得朱初娟在这方面 他自己也承认 他在当个独立媒体之后 他可以自己做自己 所以他才可怕 因为陈老师他才愿意去关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故事 就是这样来的 而且我也很敬佩他是 不像有些媒体 因为他是 有一定的 怎么开始讲起 我讲书 书跟你 要不然你就能买你的书 对不对 就是说他会跟某些人 保持一些距离 也不轻易的接受请客 吃饭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鼓励的 那我从这两本 从这个书跟这个书里面来看 我觉得看未来 就是说 其实这本这个运动的成功 包括最近有很多运动的成功 它标示的 那个环境运动一定要专业化 要非常专业化 因为你如果是有抗争 或者以为抗争就有办法没有效 因为现在的执政党在野党 都很清楚这套游戏规则 你唯有专业化 透过法律的方式 透过行政的方式 你就是把真相揭露出来 你无可顿讨 你才能够逼对方妥协 当然这个过程里还是要有很多专业者的帮忙 比如说要有那个 不计一切的那个律师 或者包括这个运动里面 背后的关键还是要有 政府部门里面的人愿意帮你 其实这个我在最近也很惊艳很深 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政府当敌人 它里面有很多 愿意帮我们的人 但是你要感动它 这是很关键 因为它会告诉你一些 撬门的东西 所以那专业化就是你被尊重的时候 对方也会尊重 那第二个呢 分工要更细 因为议题太多了 不可能 像当时我在街坊博流行 好像那个百货公司一样 每次开记者会 可是重点是什么 快堵一堵 然后呢 然后因为每天的议题都不一样 哇 变得要倍高 然后尤其那个陈老师就处理电子波的时候 那豪高师 还要算数 然后那个比如说 一公尺等一 一公尺等一百公分 对不对 一公里等一千公尺 那我们就要讲 我们就要讲 一般讲可以讲 几公尺几公里 陈老师不是一下子讲一百 豪高师一下子讲 公分一下子讲 公尺一下子公里 那如果你这种我们的人还懂 可是他弄到那个电子波 你都头都晕掉 就是你看我们还要帮学者翻译 翻译到记者听得懂 然后在公众听得到 所以我们这种桥梁变得是很重要 所以分工到非常细 因为你如果分工不细 而且更要怎么样 要三百六十度的全华会的监督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需要多少环保团体 比如说你气泡 这个事情 未来这种 你觉得哪一个环保团体有办法 那他自己说抗议而已 那你要怎么监督他 各位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你环品 我们有专者的环品 有专者的支付工具在做监督 所以我觉得那个专业化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是我觉得 未来的议题是要跨海合作 就是台湾跟中国 跟东南两 因为所有的环保议题是国际化的 所以台湾的问题已经在中国发生 也已经在那个上一次在马来西亚 就为了那个国光实话的问题 所以其实现在跨国系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当时台南反对七千就累了 他就跑去夏门 那陈友好就跑去夏门盖 盖了之后呢 接下去他要扩产的时候 夏门能抗议反对 所以陈友好从夏门一路 跑到杭州也被赶 然后一路灵魄也被赶 然后一路被驱赶 你就可以知道说 环保议题全球化 包括区域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是未来 我来看待公民运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更重要就是公民一定要觉醒 因为所有的问题 到最后会跟你家乡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些村民 他们七八十岁了 还在学怎么做公民 那是很辛苦的 所以如果每个病 然后这些运动一成功之后 他就会不见了 因为他想到了 他没有力气再出来 那可是你不能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公民 你应该所有的议题 你都要去关注 所以台湾我认为台湾 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公民运动没有办法深化 内化成生活的一部分 包括结合成为 教育跟家庭的一部分 那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东山的事件还会沉浸不穷 而且台湾现在就有很多个案 一直还在发生 那只是说 你说他执着 然后住处捐密报导 可是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故事 发生在你我周遭 这是我对于这本书的事件 跟它本能 那我能处理就很有限 因为这本书里面 我们只是说 尽量演尽量让媒体曝光 所以我变成 我在这种运动现场里面 我是不能带任何感情的 不然我也容易衰老 然后可能就很容易就厌世 因为你每天看到的人在 因为你看到这些 因为你每个来台北 抗根都是很悲情的 那其实你不悲情 你也要很悲情 不然媒体不可以报导 要撒狗血 可是倒算撒狗血无效 所以最近你看就是 你看可以最近从太阳花 跟公民崛起这两波 那我的感觉就是 公民运动也碰到瓶颈了 因为传统那一套无效 冲撞尖头无效 那所以口味又越重 可是越重的结果 也并不一定有比较好 因为没有专业在后面做支撑 它还是一个虚的东西 还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这是我就简单的 把它做一个破题 我也希望我们的今天来的 可以多买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可以多买几本 然后这本书能够变成 再版 第三刷 第四刷 我们已经三刷了 三刷了 那就不要买了 哈哈哈 但是我要帮洪威祥老师教训 洪威祥的阿朗一鼓道才 还没有一刷 哈哈哈 好开玩笑 我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 二刷一